那今天是我們CD想聊的最後一集 那這一陣子錄下來 有什麼特別想對觀眾說的話嗎 或是對這個節目有什麼想法 我覺得我當時沒有接 沒有勇氣接這個節目的時候 就是一直覺得說 到底我做不做得到 可是接了之後我覺得 每一集錄完 我回到家 我都會跟我的家人說 你們知道這一集有多好笑 一定要看 就是這真的是我 就是主持這麼多的節目以來 其中我真的是 算得上前三名最喜歡的節目之一 而且還是我一個人主持的 我就覺得自己 還是滿有才華的 所以我邀你的時候 你是覺得還滿不想來的是不是 你邀的時候我就知道逃不掉 就是你開口 我很少能夠說不要 我連說想一想的機會都沒有 因為你記得你怎麼邀我的嗎 你就大概 你大概就是先傳了一通 語音短信來 然後因為是下午五點之前 我決定要聽 然後呢 我還沒有按下去 他第二則就打來 然後我就按開第二則 第二則就罵我說 你幹嘛都不回我短信啊 我想說 你第一則才傳了不到一秒鐘 我要怎麼回你 然後他今天還也就連傳三則罵 我說 你有沒有良心啊什麼 我就想說到底什麼急事 我覺得你是不是在誇大其實啊 你要不要把那一天的調出來 好啊 你調啊 我不可能那麼沒禮貌的 遇到我你願不願意上 沒有 我上位那則是什麼 你就是神經病啊 中間都沒有尖殼 你到底要不要讓我回答你啊 可是 而且你為什麼老是幻想 我就蹲在手機旁邊 就等著 曲奇妮今天要不要傳感性給我 他一程我就要趕快回 我不能用我的人生嗎 因為我媽也罵過我這件事情 因為然後當時你邀我的時候 我就想說 這個 曲奇妮邀到我走投無路 我一定要幫他忙 當然不是走投無路 我以為妳走投無路啊 不 是一定要邀你 真的假的 因為我就想說 你一定會想說 我的節目一定會馬上邀你 我沒有在想這件事 你沒有在想這件事 你是不是覺得逃過一集 如果都沒有邀到你 我只有在擔心 比方說有一些小片段出來說 你訪問了誰 我就會很擔心說 你會不會搞砸或什麼的 結果你就是都還度過 你不是還記得那個 你跟余澄清的片段給我看嗎 然後那時候我就大笑 真的很好笑 我跟你講 拜託你十集都看 真的很好看